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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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的天呀 顶着对方四五号位 高打板啊 采取这个换人的策略啊 有丁 哎呦呦 直接拉倒啊这个 其实打得非常的好 36分19个篮板球 我这个有点 嗯 他自己也说啊 真的是很难去限制他 嗯 必须得有上线的回收 就是 阿龙杰克逊确实今天的表现 没有那么出色啊 可能也是被伤病去影响的 能够标准 莫泰的快下很快 啊篮下有空位 哦 小边目前六发六 老球 丁严宇航的三分球 嗯 这是小丁 这个夜晚第一个 哎 第二个三分 丁严宇航是不是自己处理 轻略性 哎 丁严宇航的这个 下半场的发型跟第一上半场已经不一样了 一般到第四节又不一样 嗯 看在诗的多一点 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以前有球机开玩笑啊 他说这个让我把我的这个发型师介绍给丁严宇航了 下击给到篮下好机会 这就很难防了 这一阵 有身高上的优势 反完下作打 造成了方硕的犯规 现场喊出了MVP 目前的得分 还在总榜的第十六 本场比赛最佳球员还是给到了丁严宇航25分 呃 命中两个三分 呃 仍然是展示出自己强大的终结能力 我们看看丁严宇航呢 就是在 呃 不断去终结进攻的同时 呃 他其实可以进一步去提升自己的比赛 成为一个 呃 发起点 嗯 如果他能够 就他每场比赛 其实一直在吸引很多人的防守 如果他这时候能够把球奔出来 其实山东队的外线啊 呃 和其他人能够得到更好的投篮机会 呃 当然就是比赛是一步一步提升的 从终结能力上来看 呃 丁严宇航确实已经是国内封线里的 这个最强点了啊 哈密尔队篮下打中 领先到五分了 北京队 小丁 强突 很贵了 突然的变向 嗯 呃 直接是黄倒六小雨 这个球确实大手啊 这下期啊 有一个下压的动作 我感觉会两分算尽啊 因为这个 灰子 哇 今天电影行 罚篮弹无续发 12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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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 他没有多了没有站稳 自己半马左把自己半倒 这个球呢 也是给了莫泰尤纳斯轻松得分的机会 没错 一下没有人防了 第四节第三次突破得分了 刘雨得了8分了本节 嗯 全是突破 那就是4个突破哈 嗯 嗯 嗯 确实手部有一个动作 啊 确实手部有一个动作 我这边看到近辅运是 16伐4众 这杰克逊好用 嗯 嗯 金燕宇航也还了一个 还是两分的分长 最后一分钟 还是两分的分长 最后一分钟 我当然这一点 金燕宇航也斩了一个 是一个强大的得分能力啊 嗯 腰卓 小嘉 后撤一步 2分8进 这球进的漂亮 脚高了弧度啊 面对财小超的封盖 同样的 位置啊 两头不动 三分钟 19个3分了啊 三分队才6个 小嘉再来 我 再见 这样的进攻方式 你就没办法协防和夹击 嗯 电眼远航完全是用一种 外援的方式 在终结着比赛 失误了 张春军的防守位置很好 传给了小丁 小丁 扣篮 这样一下啊 把分差拉开到了4分 还有44秒的时间 留给北京的时间不多了啊 这球张春军立功了 是啊 三分队 三队球 刚刚第一个 大概弹起一步 节奏非常好 是 这个打完还有一个 是 这是张春军 关键时刻的抢半球 爆慢了上篮的速度 这样焦躲 一节多的时间 从三分队又领先了 啊 关键时刻 劳森张春军 丁业宇航 各有各的贡献 啊